第一模范,随机行善 有一位慈悲的童修某天在后学回家时 注意到路上的树枝其他人都闪过去 但他立即停车将树枝移到路边,服务精神 后学印象深刻记得两个人曾经拨 橘子皮给后学吃只记得两个人 一个阿红的青年,后卫中风 一个就是这位第一名 连柳丁都是一片衣的剥皮给后学吃 后学何德何能堪受让第一名 这样的服务使令人感动 剥橘子皮给后学吃体现出慈悲的服务精神 笑到差气 后学心中的第一名 王讲后学心中的第二名领 的口中第一名苏的一剑让我笑到 差气下归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一次买菜的冒险中 不小心开车到水沟里 他拦车寻求当地人的帮助 最终找到一位Fleet货车老司机 一只手握手 边只抓着手 让老司机无法脱逃 开始展开温柔语气 诚恳的态度 慈悲的道理成全 在表达谢意时 他的感恩之情竟然演变成了一场深情的交谈 一直要求老司机的电话想邀请他到首都做客 即便同修提醒时间已晚 他依然不舍地握着老司机的手 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 他说 你不知道我们要好好感谢他 他去结缘 就握着手不让老司机走 最后老司机跟他拜托他 他赶时间莫忙在祸 才让他终于解脱 后学内心一直想 老司机有可能 被讲到那集 不好意思讲好人难做 想说举手之劳 竟然会被感恩这么久 为何不是后学的第一名 因为习惯性迟到后学 非常不喜欢不守时的人 连倒个垃圾遇到人 都是展开一贯的诚恳 慈悲问候模式 等到完回来 饭菜都被吃光了 终于知道迟到之音 每件小事都不放过料之外事 非常多 请柬 又一次再后学回去 高怎么没给心中的第一名 王再回去 大家两点多就走了 后学回因为他医 早来就是关心的问候 主动的要在后学 后学好感动 当然答应 因为后学也不赶时间 高说让他在至少五点才到家 后学想说 不可能能拖这么久 结果真神准他把锁的东西整理好后 又上有点久的厕所 途中又经过大卖 要节省工钱 开销买日常用品 把所有的比价查一遍后 学在车等 等到锁店家的铁卷门都拉下来 只剩下一个拉一半 几乎所有人都走光了 最后终于看到只买一两样 西服 这位第一名大德的德行 让后学非常钦佩 他对食物的西服态度 用完饭餐都会用汤把碗洗净 全部不浪费地吃前净 绝不浪费 就连后学吃饼前时掉在碗的饼渣 他也是毫不浪费地拿去吃光 这是后学无法做到的 后学最怕别人的口水 他的德行实在非常非常多 后学每餐都只会所有的菜 放进去煮的大锅菜汤 再捞起菜来加些调味 因为中风少油盐 早上七点煮好了 请他用餐知道他的习惯 后学就说不等你后学先 用餐了因为慈悲心四只狗 因为怕咬到工人所以 绑着早上就喂养 牵他一只丸换一只让他去散步 方便完了已经十点多了 几乎每次用都是人家 用饱了都快没饭菜了 他就吸服想吃完剩菜 这真的是后学无法学习做到 菩萨精神 后学中风住院时去看后学 就马上按摩治疗对面床 并有肺癌很严重 医生说会传染他也去跟他问 好感觉像自己亲人亲切的聊起来 还为他治疗按摩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为自己求安乐 时时刻刻为对方着想 真正的关心人 超级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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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